今年開春最大電玩盛世 莫過於1月28日開展的台北國際電玩展啦 為了迎接歷年最大規模的電玩展 主辦單位特地於今天舉辦展前記者會 特搖神魔之塔 刀塔傳奇 台灣索尼電腦娛樂 台灣萬彈男朋友等業界重量級人物 一同邀請玩家前來感受 煥然一新的遊戲世界 今年的我們的PlayStation攤位 是大概比去年的1.5倍 所以規模扣大很多 那因為去年是PS4剛剛上市 所以很多人來玩PS4是怎麼樣的東西 PS4是什麼東西 大家都認識PS4 那這次PS4的遊戲出來了一堆 所以今年的話 PS4的遊戲的豐富的部分比去年更多 然後今年的製作人的舞台表演的部分 舞台活動的部分也很厲害的一堆人 所以我希望所有玩家可以期待 今年的我們的單位 就是電競啦 就比賽嘛 然後讓玩家體驗 玩家跟玩家的互動的樂趣 對 然後我們總獎金高達一千萬 然後第一名可以讀得五百萬 我想這次因為是我們第一次參加台北電玩展 那所以我們對於選擇遊戲來參展是做了一番很下功夫的選擇 那我想我們今年主打最主要我想是航海王 那個航海王3我想這個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產品 那接下來呢像那個火影忍者啊 七龍豬啊等等這些產品 今年我們都有產品來參展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產品就是試生者2 我想這個遊戲呢很受到國內玩家的歡迎 那我們這一次呢也提供了試玩的版本 希望玩家能夠在台北電玩展的時候能夠親自來上手 然後體驗一下 今年台北電玩展總計將使用超過1400個攤位 與百家參展商 各家遊戲都展出了拿手強作 準備與玩家們共度新一年度遊戲體驗 當然正妹更是電玩展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大會也將舉辦女神及超人氣cosplay 票選活動 日後電玩家出配將會有一系列精彩報導 玩家們 我們電玩展見囉 歡迎大家來萬代男朋友找我們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神魔女將倩倩 我是神魔女將小雪 歡迎大家來神魔攤位找我們玩喔